回龙的斑灵猫 他们自投罗网吧 斑灵猫的数量非常稀少 而导致他们数量减少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人类的猎捕 眼前就有食物 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不行 不能过去 难得这么轻松找到好吃的食物 为什么不能过去呢 越是能够轻易获得的食物 越容易是诱饵 那我们就这么白白放弃这些食物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太可惜了 是啊 这么好吃食物 要是就这样放心 的确有些可惜 这样吧 你在这里等着 我先去探一探 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放心吧 我会注意的 说完 熊斑灵猫 小心翼翼的朝那里走去 然后用鼻子 闻着那些食物 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太棒了 两只斑灵猫 这下子可发财了 不要过来 为什么 看起来都很安全 没有什么危险啊 千万不能大力 你站在那里别动 我把食物 掉过去给你 这只狡猾的家伙警惕性可真高啊 不管那么多了 能抓到一只也好 说着猎人解开捕兽网的绳索 熊斑灵猫被突然放下来的捕兽网给抓住 呀 老公 不要过来 赶快逃走 快逃走 不 我不能丢下你 就在这时候 空中六一张大网罩了下来 将瓷斑灵猫也给网住了 猎人们高兴的跑过来 哈哈 两只都抓住了 太棒了 还是你有经验 双保险果然有效 现在这一熊一词 两只斑灵猫都被抓住了 将它俩一起卖给动物园 价格可是会更高的 我不是让你赶快离开这里吗 你怎么不听啊 我和孩子不能没有你 现在可好 我们俩谁都走不了 如果那些猎人 打算要我们性命的话 那我们的孩子 也难逃可越 或许他们 只是想把我们 关在笼子里 那样的话 我们一家 还是能够在一起的 这两只斑灵猫虽然被抓到了 但他们的性命却无大碍 因为他俩被猎人卖到了都市里 一家动物园里 哦 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被关在笼子里了 难道这里 就是大家传说的动物园 此斑灵猫听后 也惊慌地四下看着 在笼子外 园长和饲养员老张 正看着笼子里的这两只斑灵猫 我们动物园里 终于也有斑灵猫了 不过他们看起来情绪很焦躁啊 他们原本是生活在山林里 现在突然被囚禁在笼子里 自然会焦躁不安 老张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你看 那只此斑灵猫已经怀有身孕了 如果它能在动物园里产下幼崽 那就更棒了 放心吧 园长 轮起照顾新来的动物 我们动物园里 可没有人比得过我 这两只斑灵猫啊 你就交给我好了 老张 你的能力我很了解 但我还是有些担心 园长 你担心什么 老张 你这个人能力是很强的 也就是太好喝酒了 一喝了酒就容易误事 园长 你就放心吧 我保证不会出事 好吧 老张 这两只斑灵猫就交给你了 你可得照顾好它们 园长啊 把它俩交给我 你可以放一百个新的 老张果然是动物园里最优秀的饲养员 短短几天时间 便让这两只斑灵猫适应了牢笼生活 老张 你果然厉害啊 才几天时间就让它俩适应这里了 园长 我就说 你把它俩交给我肯定没错嘛 嗯 老张 好好照顾它们 眼看着那只磁灵猫就要生产了 可别出什么差池哦 园长 你就安心好了 我们得赶快想办法 离开这里 哦 老公 你还想着逃离这里吗 是的 但这笼子太结实了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逃走的 更何况我们的孩子很快就要出生了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应该逃走 你也不想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自由吧 那是当然的 可是我们要怎么才能从这个笼子里逃走呢 放心吧 总会有机会的 几天后 机会终于来了 饲养员老张喝多酒后 给斑灵猫喂食后忘记关龙门 于是这两只斑灵猫商量着趁机跑出去 你看 机会来了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嗯 快走吧 要是被人类发现了 可就糟了 好的 我们快离开这里 哎 哎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斑灵猫呢 那两只斑灵猫呢 老张 老张 园长 怎么了 斑灵猫跑了 你赶快叫人去找 哦 好的 园长 这个老张一定又喝醉了 说着他怒气冲冲的朝老张值班的屋子走去 屋子里老张正一身酒气的趴在桌子上睡着 桌子上还放着一串钥匙 其中一把钥匙上还有一把锁 那正是锁斑灵猫笼子的锁 老张 老张 你给我起来 来 来 再喝一杯 老张 斑灵猫呢 斑灵猫 斑灵猫 在笼子里呢 在笼子里 那这把锁又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忘记上锁了吗 我去看看那两只斑灵猫 它们都跑了 你还看什么 园长 我们把动物园都找遍了 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两只斑灵猫啊 这两只斑灵猫可是花大钱买来的 要是找不回来 你就自己出钱赔吧 哼 这下该怎么办 该如何是好啊 老张 你别怪园长生气 他能不生气吗 要知道在动物园 最大的过失之一就是 幻养的动物逃逸 不过幸好跑掉的是斑灵猫 要是老虎 狗熊那样的猛兽 你可承担不起啊 你知道斑灵猫有多贵吗 要是真找不到的话 我哪有那么多钱赔啊 好了老张 说不定它俩过不了多久 就会自己回来的 毕竟这里是城市 不是森林 它们离开动物园 根本没办法生存下去 那怎么可能 你不知道 那两只斑灵猫 是猎人用猎网 从山林里捕获的 野性十足 我永远忘不了 它俩第一天 被关进动物园笼子里的情景 两只斑灵猫 沿着铁丝网 从东到西 来来回回奔跑 寻找着可以逃出去的空隙和缝隙 当它们发现无法逃离后 熊斑灵猫被用爪子 抠住铁丝 疯狂地摇晃撕扯 漂亮庞松的长尾巴 像鞭子似的拼命抽打铁丝网 直抽的毛尾飞旋 血丝阴阴 而此斑灵猫 则趴在铁丝网上 用牙齿啃咬 只咬得满嘴是血 惨不忍赌啊 这对斑灵猫 好不容易逃离牢笼 获得自由 怎么可能会再跑回来呢 然而让老张意想不到的是 一周后 那两只斑灵猫竟然跑回来笼子里 而且还在笼子里产下了两只小斑灵猫 它们 它们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应该是昨天晚上吧 因为一大早我就发现它们回来了 所以才把你叫来了 老张一眼看到了龙门没有上锁 它急忙拿出门锁赶快去将其锁上 那对斑灵猫听到铁门关闭的声响后 受了惊事的竖起脑袋 却没有丝毫想要逃跑的反应 它们用一种无奈的表情 互相对视了一眼 然后眼光转向龙外的看着 你放心吧 既然它们自己跑了回来 那你即便不锁门 它们也不会再跑掉的 我真是想不明白 它俩都逃走了 怎么又会跑回来呢 老张 你看它俩现在的样子 跟跑掉之前有什么变化呢 老张仔细看了看笼子里的那两只斑灵猫 熊斑灵猫腿骨支棱起来 嘴稳尖的像锥子一样 哎呀 它俩可比冤狱前瘦多了 脖子都细了一圈 一副皮包骨头的样子 没错 你看熊斑灵猫的尾巴还断了一截 身上四周的毛焦糊糊的 很明显是被火灼伤的 它俩的眼睛里还残留着恐怖的阴影 这么说来 它们是因为无法在野外生活下去 而跑回来的 没错 自由固然可贵 但是它们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活下来 最终还是放弃了自由 毕竟在这里 它们衣食无忧 而且孩子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哎 是啊 为了保护自己的下一代 你与牺牲自由 来换取良好的生存环境 这真是伟大的父母心啊 也许多了 谢谢大家